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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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長製很多種不一樣的 對於人文字來說有分所謂的 110跟5分 他所謂的110就是在性角色上面的差別 就是所謂1號應該要相信文字 人文字的性行為不是只有插入 所以如果說要講到插入的話 通常女生就是會用手指 或者是繼續用 有給大家非常多一些新的觀念 或者說你或許比較沒有聽過 或一些資訊的事情 也有可能有同學 你過去已經有這樣的經驗 那很好 我們宣言沒一點肯定 台北市政府決定今年同志大遊行 要升起六色彩虹旗 議員何志偉提出愛不分性別 面對多元差異應與與包容 但是你了解六色彩虹旗的含義嗎 當政府的屋頂掛上六色彩虹旗 就意味著政府要支持 顏色背後代表的實質精神 紅色核心訴求 實現各種性愛主張 驕傲就是要看到我們面對這些對於性的羞恥 我不要說我們就是愛綱交 分級制度不妥當 難道沒財不分級 讓兒童看A片政府也支持 藍色的核心價值是自由 也就是任由身體情慾自由的解放 在同志遊行的隊伍中 看見為了身體解放 主張娛樂性用藥 政府你支持 為了身體解放 情慾自由流動 主張性交合法化 政府你要支持嗎 2016同志大遊行 總統府前大跳脫衣舞 在總統府前玩弄著假洋劇 以及唱著猥褻的歌曲 小英說的新的方向和意義嗎 更誇張的是 總統府前跳脫衣舞 就是小英說的新的方向和意義嗎 小英說的新的方向和意義 都在寫 long 非常允許 生日秋三 在家從一家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